台北市共享单车,除了U-bike还有O-bike, 另外自行车的数量也不少。 但是因为出现了不少违停乱象, 北市府就打算要积极处理, 近期公告,妨碍交通车辆自制条例, 脱掉违规乱停的自行车, 另外还要再加收脱掉费以及保管费。 自行车未为风潮,不过也衍生出乱停的现象, 像是在骑楼下马路边没有自行车专用停车去, 就有人随便停,台北市虽然2008年就有自制条例, 去地违停的单车,但一直没有执法, 加上U-bike等共享单车越来越多, 市长柯文哲打算积极处理,解决违停乱想。 台北市自行车数量很大, 而且从99年起, 微停脱掉的数量就逐年增加, 到前年已经破5000辆大关, 目前台南市和台中市都已经实施脱掉, 台北市也要比较办理, 但民众觉得与其严加管制, 不如广设自行车停放区比较实在。 台北市交通局预计两周内完成讨论, 待市府核定后再经过半年公告宣导期就可以实施, 到时候民众一旦违规停单车, 停管处将执行脱掉, 也将向车主收100元的脱掉费, 和半天25元的保管费, 民众也得背习证件才能领车。 记者收谢启文台北报道。